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拥有一种你喜爱的生活方式 第三条件就是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度 不能失衡 比方说只变成只有精神生活 没有物质生活生存能力 或者说一味地追求物质生活 认为自己的精神角落精神家园不重要 放弃它 都是适合你 这些都是深层次的 不关于买什么衣服 选什么衣服 穿什么衣服 搭什么衣服的具体问题 它是潜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的生活的问题 人生的问题 个人的问题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谈了一下 我们缺乏美的教育和美的自我学习 我们要扫美忙 因为年轻用户的话更加是接触的更少 我们的教育都是应试教育嘛 天天就忙于去学习那些知识或者科学技能 却忘了实际上我们对美的素养和理解力 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做的 知道什么是美的 什么是丑的 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什么是文明的 什么是野蛮的 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高学历的野蛮人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话 很多人是以野蛮来自豪的 以文明来嘲笑的 聊完美忙的话 我们要聊一聊 更切身相关的就是我们要扫医忙 作为一个潮流复古或者时尚的爱好者 对美如果有一定界定的话还不够 你还要对这些服装要有所了解 对于服装的本质事物 不管是知识和它背后的本质运行的内涵 有所理解 有独立理解能力的人 而不要去做一个指示会应用社会的标签 来界定服装和它背后含义的整个人 不要用标签来理解事物 而要用自己的独立的思考来判断事物 这就讲的是一忙 扫一忙 所以一忙的第一个表层意义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有各种的服装的 不管是品牌 品类 公益 面料 制作 价格 穿着 使用 保养 甚至于二次流通的相关一系列的知识点 可能还是需要有的 这些知识点是你一个可以用的工具 除了这个表层子之外的话 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些服装存在的意义 就有一种困扰 我不知道瓦伦姐姐有没有 玩潮流的人的话 实际上是看不起那个复古的风格的 就玩街头潮流的这种风格的人 他很难去理解复古服装 玩复古服装的人的话 就是不太理解时尚圈 因为我们知道街头潮流 他们一定会比较亮 比较张扬 有个性 文化的那种视觉形象啊 服装的外形啊会更强一些 这个反倒往往是复古 有阿美卡基啊 美式复古啊 或者经典的绅士装啊 户外装啊 他们所不擅长的 他们更擅长的是功能 机能 阿美卡基的这些的话就是面料 粗花泥的呀 或者是什么羊毛的呀 唇棉的呀 筒织的呀 不边单宁啊 软牛啊 就是很多面料 正不正宗 人字纹的呀 鞋纹的呀 包括皮 马臀皮呀 什么霍尔文皮呀 或者什么茶心啊 这些的 这些面料方面是复古服装比较强的 但它们不强在哪里 外观不好看啊 不张扬啊 不那么赏心悦目啊 然后这两个风格类的又好像不太理解 时尚 T台秀上的服装 这些衣服怎么日常能穿到街头 或穿到日常生活中去呢 相互有不理解 然后那个T台秀上的一些时尚品牌 这些爱好者其实也不理解 街头 觉得这个很low 不是我说的 我看网上云琴嘛 看复古的话 觉得老怀旧 这怎么会有兴奋点呢 我们时尚圈的爱好者 要求的是创意 要求的是创新 要求的是不同反响 令人震撼 这也是一种 我们觉得就是扫意芒之前 我觉得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 表层的 对这些服装有知识点之外 理解能力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也没有理解 因为作为我个人 我本身也有困扰 我觉得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还得去提一个问题 就是如是潮流文化 在我们生活中的占比 到底有多少 像你说的 如果说这么的风格 你都要去了解这个首先 你得有这个兴趣 第二你还得有花时间去了解 对 如果说就是从个人 纯个人的穿着喜好来说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说 我喜欢这个风格 可能我这阶段我就是只是穿这个风格 这个是因为它的社会角色谍定 对 你喜欢复古或者街头时尚潮流 或者时尚圈的 就我们说的主流的时尚圈的品牌的话 可能你天然喜欢他们的时候 是跟天然的你的社会角色有关系的 比方说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往往会更喜欢街头潮流 如果是一个文化工作者 然后年龄也是比较成熟的 心智比较成熟 他会可能会喜欢复古 绅士装 甚至于 如果说他是一个那个商业精英 他往往会喜欢 替台秀上那些东西 更有创意 引领性的东西 跟他的社会角色有关系吧 第一个社会角色 第二个我觉得还有很多个是 就是你身处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化氛围 那大部分人像我们国内现在的话 就是对于这个潮流服饰文化的这个丰富性 可能还不是说做特别多 思想准备 对 比如你去日本的话 你可能去书店 就看到各种的风格 它都是分门别类的 然后各种杂志 你都可以去接触到这些 即使你平时不穿 但是你可能都会去翻一翻 有所耳闻 有所耳闻 有所了解 但是在中国可能就会比较少 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土壤 那还就是说 对于服装的深层次的理解 不同风格的 容易产生偏见 是 容易以己读人 对对对 领底观天 很容易我记事件 目前来说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跟你的见识 跟你自己的接触的东西 会有很大的关联 可能目前的话 很大部分人他的生活内容会比较单一 对就一种身份 一种生活内容 对对对对 比方说我们就只有两种服装 一种上班的服装 一种不上班的服装 就证明的话 上班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内容 是 占主导的 然后除了上班不穿的服装的话 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啊 生日party啊 可能也比较随意 本身就中国对于这方面的仪式的不强 没有 对对对 反正你穿的比较隆重的话 会给你的朋友形成压力 所幸你也会把你的隆重的正式的穿着你给放下 再加上很多人主要是也没有没有这个服装 对 一般来说的话 比方说长途旅行的话 有些就喜欢穿一些登山靴啊 去到那个户外的 真正的风景区嘛 在国内也有很大的风景区里面走好几天的 他往往就是没有这个知识的话 他就会穿一个日常的跑步鞋之类的也是可以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那个九寨沟嘛 然后下着雨 九寨沟那个旁边不都是那个站道吗 因为很多很多的人走着走着就发来堵车了 就是赛车了 为什么呢 前面一个很美的美女 她的这么高的高跟鞋 卡在那个木栈道的那个缝里面 对对 她要去做长途的野外的风景区的旅行 但是她还穿的是上班的 除了这就是说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环境是 对生活的内容是比较大一统的 一身一服满足很多很多的场所的需要 对这个服饰文化其实是没有接触到 或者没有了解的前提去做这些事情 一些粉丝就说那我没钱 我买不到那么多鞋 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是说你在有物质基础的情况下 你能不能有这个知识点 扫掉衣芒 有这个知识储备 有这个服装的基本的概念 但在国内的话 我们说的这一部分就是说 他们有错乱 收入起来了 但他不知道自己穿什么 上班穿下班的衣服 下班穿上班的衣服 穿了一些不能体现自我的 错位的他只是为了跟风穿一些街头的 包款甚至于说那个 他们就可以把时装周的一些 时尚的创意产品 把它街头化穿着 就是这些东西不是说一定有问题 只是说他无意识地去做 他就有点问题 你要是有意为之 那是一种创新 对对对 这个也很重要 比方说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种混搭 我们叫混搭 就是你可能是这种风格跟那个风格 搭在一起的一种碰撞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些尝试性的这个审美 或者是一些认知的话 乱搭 那就叫乱搭 乱搭 所以今天我们重点讲的就是扫一忙 两个层面吧 就是第一层面就是确实要有了解服装的系统的知识点 不能说全面的 但其实你感兴趣的那个领域 你要了解 第二个的话就是了解不同风格背后的社会力量 是你的选择很重要 但你的选择之外 任何一个服装的在社会上的产生和被穿着 是一种社会心理社会阶层的需要的体现 需求的体现 它都是有它合理性的部分 然而我们自己做的是军工装的传统服装 改造成都市的简约风格 所谓轮统来说不是复古也不是潮流 但是我们也要解决怎么理解街头潮流服饰风格的问题 怎么去理解梯台上的时装周的这些 这些不同主题的服装 充分地理解了这些不同的风格背后的社会力量的需求 你就能理解我更擅长或我代表的这个社会力量是什么人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跟他们的不同点是什么 这样你做出来的我们说的传统加现代的简约复古风格的服装 我们就不是第一一定是唯一的 我觉得买衣服也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就是会困扰 哎呀街头潮流也挺好的 挺好看 但每次穿呢又觉得好像不兴奋 然后梯台的秀 哎呀我也能理解 哎好漂亮啊 这么多人谈必然有它经典之处 但是自己穿呢 一方面价格高 代价很高啊 就你买它是要够着买的 真正的主流消费人群是当白菜买的 你要跨阶层消费就变成了一种你的追求了 如果说你的阶层还没有跨越 完全没问题你买它 但是你穿着的那个社会力量的心理体现 是跟它主流的那个人群是不一样的 往往就会变成了一种 其实你会被那种裹挟 你不是很舒服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去理解 去理解这个服装风格的不同 才能去理解你喜欢的这个衣服的特点和优点 还有它们的缺点 你不能知道它的好 你还必须知道它的缺点 说回来就是说我们理想中的用户嘛 我们就是公平交易 我们做服装 大家可以去评论我们去选择 其实我们也有几种理想中的用户 这个谈起理想中的用户对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前阶段我们产世发了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那个Stone Island的创始人 也是CP Company的创始人意大利的服装设计师吧 马西姆奥斯蒂 他95年的时候接受日本的媒体访问的时候 日本的记者就问他说描述一下你心目中的用户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说了句话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我的用户呢一定是对服装有所了解 而不仅仅依靠标签来认知事物的 我把它们称为受过良好教育有教养的用户 这就是一种理想中的用户 而这样的用户在90年代的话应该也不是那么多 因为我们知道CP Company创造的那个防风镜的风衣 都是划时代的一种创造 不是大众都可以接受的 当时那个时代里面意见领袖很喜欢 但是确实他也是可以成功的在欧洲那个市场 所以他才会很在意这样的表述 那时间已经过掉了25年 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用户还有多少 是更多了呢还是更少了 我没有答案 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不是黑人被虐杀的暴动吗 很多人去暴徒去打杂商店抢东西的时候 有一幕非常刺眼 就是这些暴徒 他们穿着潮牌的衣服 潮牌的裤子 潮牌的鞋去抢什么的 他们不像古典的报匪 抢银行 抢现金 抢超市里面的收银机里面的钱 他们抢的是自己世界里面的潮牌的衣服 潮牌的鞋子 限量款的 甚至于抢那些 所谓摇滚乐的那些吉他 甚至于抢那个不是限量款的 万死 我就在想 这个李马西莫奥斯提说的 是对服装要有所了解 不用标签来判断和界定事物的人 受过良好教育 同时希望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有文明的人 而不是一个以暴制暴 这样的野蛮的人 我被暴力轻压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暴力 更广泛的暴力 这样的去报复 我打个问号 但是我只是最近联想的一点事情 说回来 最本质的理解服装 就是要理解服装背后代表的 社会力量的穿着和心理需要 相当于是你要理解服装 你首先要理解世界 是怎么运行和构成的 然后再往具体的这些知识点 我们一直强调说 我们说价值观更重要 但实际上知识点 没有的话也没有用 对吧 知识点的积累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咱们就先聊聊这个 知识点上的一点 小个人经验分享 有哪些品牌你最喜欢 我就这么问吧 或者说最近这些年 喜欢过 或者目前正在喜欢 还有哪些你感兴趣的准备 去多了解的 真的就很多了 就我们平时以往的直播里面 都有讲到 比如像Capital 45R Nesloop那些 Neno Leno and C.O. 还有像MH也是喜欢的 对对对 APC 曼森凯特森 这些 WI-L 这些 Omigod以前也 也会去看一看 这些品牌 其实你应该是了解 它们的优点 吸引你的地方 但是也知道 你不喜欢它们的地方 就缺点 所以你买的时候 你就更加的知道 自己要什么 像Capital 它有它的长处 它有它的缺陷 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是它的缺点 那别人有可能是它的优点 还是以个人为做 坐标的 对对对 就是哪一个点更吸引你 比方Capital一次 我们去它店里面逛 然后很多人去买它的那款 做旧的特殊工艺的那款T恤 因为那款T恤 当时当季是费上爆的 但是我就不会去买 因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打开之后 它的版型 它的材料 它的颜色都不是我喜欢的 对我来说 它是它的缺点 但是对别人来说 它是追的这个款 对 所以说这个还是得尊重自己的内心 你自己喜好这是一点 那你的喜好 其实就跟你的审美 也有关关系了 就是你会喜欢 你会取和舍 哪一方面 这个就因人而异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在做推荐的时候 也只是推荐它的优点 然后让那些 跟你差不多审美倾向 或者说审美取向的时候 了解它的优点 但并不是绝对说 它好得不得了 比方说我们说的 很多日本品牌 本土的 我觉得它们的造型能力 会弱一些 我们有时候在日本 看到有些品牌的 衣服还不错 衣服非常好 但是我就看它的那个 Catalog 然后就觉得 哇 这个衣服 怎么一点欲望都没有 对 衣服不错 有想象力穿搭 对 但它们输出来的 模特的上身图 造型 造型能力是比较低的 这只是它的 后期的造型能力 日本有些品牌 就是太过注重工艺和面料 服装的内在 确实做得好 就这车线 这机器 棒 这面料 特别 复杂 门槛高 它做的这个类型 哎呀 也是传统风格 就是他们这样的用户 喜欢的工匠品牌 然后还有一些的话 比方说 APC啊 这些的 外形很漂亮 包括那个北欧的 有North Project MH啊 这些牌子 万森凯特森啊 你也都买过的 这些品牌都漂亮 对吗 简约 对 因为我们网络杰说的 这些品牌 也都是军事 工装 这种元素的 它再造的嘛 你都喜欢的 因为他们有很多蓝染呀 牛仔呀 军事元素啊 他们侧重点的优势又不一样 相对的就是没有像 阿梅卡基那些品牌 对于那个面料和工艺的 那么执着 对衣服的认知 这个就很重要了 对 喜欢阿梅卡基的 也有一种偏见 就是说 你那些APC呀 MH啊 在我眼中 跟The Ray McCoy 这种牌子比起来 都是垃圾 这是偏见 绝对化的看到了 你喜欢的这个品牌的优势 任何的绝对化 就是一种偏见 就是你有自己的 很多的认知之后 你就会有清晰的判断 然后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你会做很多的取舍 然后舍掉东西 不一定就代表是不好的东西 还是根据你自己 深的需求来定 需要 还是你 你作为一个社会人 或者作为一个独处的个人 你的社会需要和心理需要 如果有兴趣 请继续关注瓦伦姐姐的 微信公众号 微博 B站 小红书 抖音 YouTube 搜索瓦伦姐姐 Instagram 搜索瓦伦许许 就可以找到我了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